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先人 继贞观之治之后 永安二年 李治在泰山之上受风祭天 举办了风扇大会 自此大唐彻底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父皇 孩儿有一事不明 什么事 虽说风扇祭天是传统 可如今我大唐根基已倾向科学 这些传统陋习是不是该改掉 辅导思想 远远流长 可不是陋习 那是我们皇权统治的利剑 以后你就懂了 是 父皇 对了父皇 孩儿打算 在长安给父皇再修建一栋行宫 供父皇您享乐 不知父皇认为选何地址 咱儿子还是有孝心啊 这都是尔臣该做的 我老了 如今后继有人 确实到了该享乐的年纪 不过修建行宫还是算了 既劳民伤财 还容易被文官编排 父皇 孩儿全凭您的意愿 好了 咱们已经来泰山许多天 该回去了 另一边 苏晨和长乐小白乘坐一艘花船下江南 早就听闻江南风光好 四季如春 水印花红 果然不佳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园隐蔽空近 怎么样 夫君带你们下江南没错吧 在长安待久了 再回到故土 还真是怀念啊 可惜 老李要去泰山上的风扇大会 不能与我们同游 不过我已经给初母留了一封信 老李回到长安就能看到了 让他带嫂子也出来玩玩 什么嫂子 叫丈母娘 行行行 对了 小白 你家不就是在江南吗 要不 让夫君陪你回娘家一趟看看 文言 小白脸色一点 算了 我在心里 早已和那个所谓的唐家断绝了关系 伤人重力 我再不会回那个利益熏心的地方了 好吧 那咱们找个地方 尝尝杨州的美食 很快 二人来到一处酒楼吃饭 这家酒楼看上去够气派的 就这吧 恩 这间酒楼的规模 比京城的一些酒楼还要豪华 江南果然是富饶之乡啊 话音刚落 一个劈头散发的人就被扔出了酒馆 没钱 还敢来我们这喝酒 给我打 让大家伙看看 赶在我们最先居和霸王酒的下场 疼 以前你们都是求着我来 如今我没钱了 你们就狗眼看人低 还真当你还是以前那个宋家二公子 给我打 等等 小白 这不是你那兄弟送人头吗 没错 听声音是宋二 住手 你又是谁 放开他 他的酒钱我付了 呵呵 小子 想不到还有好心人 给你还账 算你好运 疼 狗眼看人低 够了 宋人头 你认识我 你 你是苏晨 怎么 一年不见 连你大哥我都忘记了 白 白老大 宋人头转身就想跑 却被苏晨拦下 你跑什么 我们又不会吃了你 我没脸见人了 我已经不是宋家少爷了 宋人头 你这是不认我这大哥了吗 谁在乎你是不是宋家少爷了 你堂堂一个宋家少爷 怎么会沦落至此 我们宋家之前乃是皇商 负责徐航一带的盐商贩卖 可谓是如日中天 不少官商都忙着结交我们宋家 可是人狂逼遭殃 我们宋家得罪了人 不但被扒了皇商的旗帜 还被官府抄家 我爹和二叔还被关进监狱 一夜之家 家破人亡啊 什么 你们这是得罪了谁 竟然有如此权利 是啊 宋家的皇商可是我父皇亲疯的 就算是如今理智想要扒下来 也得请示父皇的面子才行 这件事我是毫不知情 是我爹入狱前告诉我的 宋家得罪了大人物 让我别管这件事了 哼 所以直到现在你还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你就认命了 自暴自弃来喝霸王酒 送人头 你真是太没有出息了 钱多多和没人信 他们几个都不帮你吗 宋家一出事 我去求了他们几次 可连人都见不到 什么 他们怎么会这样 看来 不过是一群狐朋狗友 既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来长安找我 还有没有把我当朋友 我以为你跟他们一样 放心吧 你是小白的朋友 这件事我管了 负责宋家之事的人是谁 是扬州之府 好 带我去找他 太感谢了 我先给你喝一个 我认你做干爹也行 别 你和小白是朋友 叫我干爹 那岂不是让我平白 比小白带了一倍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只要你喜欢 我和小白都可以叫你干爹 干爹 众人来到之府呀 官家重地 你们不能进去 呵呵 你可知我是谁 让你们扬州之府滚出来见我 谁敢在这儿大呼求救 还让本大人滚出来 好大的胆子 你就是扬州之府 本大人就是 你这种名 见到本大人还不下跪 信不信我把你赎钱 不问缘由 就要将人收监 你这官是怎么当的 祝孔本大人的官职 可是华仲杰 广名正大弄到手的 你这州民 竟该质疑本官 哼 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敢买卖官职 大唐王法何在 大人 这几个人肆无忌惮 莫非是什么京城的大人物 您这样口无特兰 恐怕会落下把柄啊 好 管他娘的是什么京城大人物 到了杨州城 老子就死天 皇帝来了 我也不怕 来人 给我让这几个人收监监狱 你确定 你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这块金牌 一字并天王 此人是一字并天王 听说见此人如见皇帝 什么 狗乖 快说 到底是什么人害我宋家 快把我爹娘和二叔放出来 知府面色一阵清一阵白 可很快 他婴了名笑 大人 怎么办啊 怕什么 这里可是杨州又不是京城 再说皇帝都更新坏代了 一个上一代过期的一字并肩王 我可不认 啊 来人呐 这几个人冒充皇秦国旗 最大当族 给我乱刀开死啊 我可不认